以前在那個業界,因為以Sail的好處就是說 它這個環境不用另外安裝 它本身就內建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理論上,你不用再額外再去裝一些其他的城市 就可以開始寫城市 我覺得這一點導致還不錯 第二個是說呢 現在很多的金融相關的行業 它沒有辦法讓你安裝其他的軟體 如果你要安裝軟體必須要上一些千層 就是說呢,可能有一些軟體即便你學了也沒辦法用 那VPA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它已經內建在Excel 所以大部分電腦都會有Excel這個軟體 也就是說,以後你要處理事情 我覺得最低限度可能還是要把Excel跟VPA學好 對你將來在處理工作上面 絕對是一個很大的注意 好,那剛剛我們講到的輸出 把這個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程式該如何撰寫呢 好,特別注意就是這樣 寫一個SUB 然後呢,寫Enter 或者是直接向下都可以 然後把那個公式寫上去 公式的話就寫什麼 寫這樣,把後面的公式丟到這個儲存格 那可能一般同學比較不太能夠習慣是 這個等號 把後面東西丟過來 這樣的一個流程 可能慢慢習慣我想應該也就沒什麼了 在VPA裡面寫一個迴圈 而且是FOR迴圈 那怎麼寫特別注意 其實也不難 但是非常重要 首先的話呢 請你在SUB下面按一個Enter 再按一個TAB 下一階 輸入什麼呢 FOR FOR迴圈 FOR迴圈 FOR後面的話呢 你就加一個變數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I這個變數呢 它裡面的值 會幫你從4一直產生到103 中間會一直跳 一直跳 跳下一個 所以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NAS的意思是說 下一個值的意思 4的下一個值